《尚而好作乱,未知有也,乎君子无本本立,而道生孝帝也,这其为人知本如》 即是如果这个地方是正灵通达,正清人何样都好 这里的人就是行孝帝的人,就是君子的人 不是的,这里刚刚上个星期,那个士大夫就堆栏了皇帝,现在自己做了 士君三十六,皇国五十二,这个是春秋时 是这么战乱的,那些人是杀死自己老板,然后自己做老板 那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个乱,这个乱国,他无仁义,无道德的国 大家明白吗? 好了,所以为何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正? 因为夫子是一个什么人? 夫子他这里已经是晚年来的,实际上子求闻于子共的时候 这里已经接近孔子的晚年了,孔子最晚的晚年就是收书 回到自己乡下教学生收书 年轻的时候就带着学生四围去讲他的政治理念 这个是孔子 好了,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问其正求之余,益之余之余 就是说,他是不是想来做官呢? 那孔子是否想来做官呢?不是,他要行教育 孔子是知道唯有教育才可以改变一个人 甚至改变一地的风气 你做官会好吗?你做官的作用是不大的 所以呢,今天我又在想,今天我看电视 看电视就看到那些政务官那些出来讲话 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愚蠢 一看这个官的样子就知道他愚蠢 第一等人 即是说,之前我看过伦敦商学院 毕业的第一等人 最厉害的学生就是从商 第二,厉害的学生就是从政 从政不是做AO 从政的意思是做议员那些叫做从政 骗人那些就是从政 第三 才是做特务 做特务一定比做AO 即是聪明才行 其他那些才能派到尾 那些人我都不明白 那些人求官来求你做什么 大陆的官厉害很多 如果以容教来说 大陆的官厉害很多 大陆的第一等人去做官 是吧? 做生意第二等人去做官 是吧? 即是你看到呢 香港没得救了 这麽蠢的人去做官 那些蠢人全部去做政府官员 没得救了 香港没得救了 好了 还要这一班人呢 十成九呢 都是小时候呢 都是那些 都是那些 那些孖寶来的 全部都是 是吧? 即是没有了个孖 不行的 有孖密大大那些 那些欠缺自理能力 那些人去做官 那些全部都是孖寶来的 好了 子共药 夫子温良公兼药 以得志 夫子 那些人为什麽 那麽喜欢去亲近夫子 去愿意 将这个地方的事 讲给夫子听 因为夫子有这些特性 温良公兼药 就是知进退 令到人家是觉得舒服的 令到人家是愿意跟他讲的 这个就是温良公兼药 认叻就是没有样 如果什麽都喜欢认叻 那他就没有样 你明白吗? 夫子 知求知也 其诸义 夫人 知求知如 这个叫熟世思想 孔子 他是法大愿要救世的人 孔子 他是法大愿要救世的人 但是你看看他的学生 怎样看他的老师 孔子 他知不知他自己的老师 知 孔子 他知不知自己的老师 你不知 如果他知 他就不会问这班这样的说话 孔子 他问孔子 孔子 孔子 他经常去打听别人地方那些政治 他是不是想去那里做官 还是他有求 他有什麽居心 是不是 孔子 他怎麽回覆他 孔子 他对老师要救世行菩萨道的心 都是有所难的 你更何况外面的人 所以我常常和大家说 要行天明一些人量 那是不是真的 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所以你看看孔子 你看看孔子 即是几惨 做老师 做最倒霉的事情 所以孔子才能够 才在第一篇会经讲 有憑自远方外非乐乎 人不知不患不亦君自乎 日日坐上跟你说 日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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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事事事事说 而且以前的学生 一起食一起煮 他都走去问 所以 你看一害片 一害片 只若學而時雜知 不亦怨乎 有憑自遠方外彼落乎 人不亦怨不亦怨乎 这个是感叹 真是感叹 所以这篇学而篇 真是串通一篇文章 真是串通了 以经解经莫过于此 以经解经莫过于此 他的学生 了解老师嘛 不了解 所以 所以 你现在真是要 想想想 更何况你自己家里 对你说要修行 你要解决 你要发心行天明 你妈妈或者你老婆 跟你说你要辞事 对不对 人不知义不云 悲君自乎 这叫他熟世思想 就是要救世 孔子要救世 但是他的学生 他只会想 老师为利益 救世只是一个口号 方便他谓 方便他谋利益的一种口号 因为他的学生是不是聪明人 个个都聪明人 对不对 真是惨 孔子真是惨 只若 富在 观其治 富没 观其行 见见到 三年无改与父之道 可谓效仪 那你老爸偷东西 就会偷三年东西 叫做效仪 是否这样 你老爸是尋花纹楼 来来去都是找A18的 你连续三年老爸 我又来找A18上我身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所以 富在 观其治 一个最下等的人 一个凡夫俗子 都有其志向 志向一定是远大 这个志 富在 观其治 富没 观其行 这个观其行 观其治 这个就是上一堂 我们很不断讲的 就是他的度 女度 如果你 爸爸 或者你妈妈 他没有尽度的时候 他对子女 没有尽度 你做子女 就要保证 你爸爸的尽度 举例 你有两兄弟 你爹地疼了你 你妈妈都疼你 他对弟弟 是不是就没有尽度 这个是最简单的比喻 你做哥哥的 难道你 似着爹地妈妈对你的宠爱 而去欺负弟吗 如果你这样做 你失了怠度 父母失了迟度 跟着你弟弟 跟着你弟弟 大过一定毒死你们 对不对 他好点就远走他方 坏点就抱着一起死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你们整个家庭 实毒 父母失的迟度 哥哥尽的怠度 就保证父母的迟度 这个叫保其道 其实就是现在孔子所说的 这一件事 所以无人会解这句话 因为他不懂善人度 他就不懂得解 他懂善人度 他就懂得解这番说话 好了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效义 他都是用三年时间 但实际上 是不是真的三年 你要尽这个度 要尽这个度 但是不要预 不要预 不要预 用三年时间 即是说 这个三年其实是一个虚数 它不是真的一个三年 它是一个虚数 这个是你自己去决定 一个限期 你不需要去预 去做 你明白吗 这个鱼 什么叫鱼 这个我之前解释得很清楚 OK 所以说 你母亲父亲 为什么还停留 在任间 他无法轮回 无法解脱 就是他的度 你做疑虑 就要帮他尽了他的度 这个再深入一点 你们想想 你们想想 你要记住 今时今日社会的人 哪一个人能够尽到 没有 那我们要孝父母 是否要帮他尽了他的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去修义 去修行 炎灯教法的时候 当你去念遵族行的时候 你就不只是为自己 你要累到 你怎样去为你父母进度 为你的祖先进度 你父母你自己知道 你祖先你未必知道 对不对 那你就要反省 比如你有兄弟姐妹 那你就要问 你父母有没有尽到 你父母 夫妻之间 譬如你妈妈现在在 你爸爸不在 你怎样帮爸爸 保足的度 对妈妈好 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了解你妈妈的心结 如果他一世人就是 你妈妈生得 那个爸爸不得了的时候 你做子女 怎样用孝道 去保足你爸爸的毒 那一定要 第一步就是 软化了他的心 软化了他的心 你不需要他什么 你不需要他原谅他 放下他 其实放下已经是原谅 不一定要再去 找你爸爸上来 问他上来 对不对 不需要的 也都不需要他们破镜重圆 因为每一个人的缘分 是这样就这样的 只不过就是说 他放下了 在他心里面 这个怨恨最重要 他心里面的怨恨放下了 这个才是 如果他一天 他还有个怨恨 就是他问他老公 还要道 可惜就是他老公又死了 你明不明 他问他老公要道 但是他老公又死了 他老公就一定去不了投胎转世 因为他也没有尽到他的道 他有亏欠 那他怎么投胎转世 对不对 所以这个需要用误解 要懂得善人道 一路误解下去 你们会明白 好了 有志愿 你只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小有 小大 有之 有行 有所不行 知和 而和 不以礼 截之 也不可 行也 不以礼 你只用何为贵 这个很重要 有志 就是孔子的学生 他怎么样对 这个礼 的理解 他学了 学乙篇了 他学习之后 对礼的理解 礼之用 礼的用处 它的用法 它的用在哪里 和为贵 什么叫和 什么叫和 我们佛教经常说 要录和 要和 这个同修之间要和 任何修行要和 如果不和 就怎么样 不和有没有礼 好深 下读讲 什么叫做礼 下读讲礼 因为你不明白礼 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礼之用 下读讲 什么叫做礼 今读 我们讲了很多 今读前半部分 讲了很多 不是论语的东西 但是 是和你们修行 实际上有关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